来 各位同学看下这个题目 1950年代东京的杂志和报纸介绍了饺子店在日本的普及化 然后认为这个风潮是由战后大量从中国返乡的人带回来的 因为饺食是他们在中国常接触到的食物 然后呢 甚至以追寻满洲的味道 作为广告卖点 带动饺子店的增加 带动饺子店的增加 好 来 问 来 家乡料理往往是异乡人一姐乡愁最好的乡 相对的回到故乡移民也常会带回异地的味道 但是下列何种食物不可能 不可能 被1945年时必须离开台湾的日本人带回故乡 哪一个 牛肉面 为什么 因为牛肉面是这样子的 牛肉面是这个 首先几个点 第一个点 牛肉面是大陆 这个国军撤退来台之后带来的怎么样 带来的家乡美食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那第二个解法 第二个解法是什么 第二个解法是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南道北麦 有听过吧 台湾不产麦 台湾不产小麦 没有小麦就没有面粉 没有面粉就没有面条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在日本人从1945年要撤退的时候的时候他不可能吃到台湾的主要的味道不会是面 面食是什么东西 面食是国军撤退来台的时候才有这个习惯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这个这个这个 呃台湾人喜欢吃面跟日本喜欢吃面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也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为什么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来援助台湾 美国那个时候呢 军队驻扎在日本 好 然后那个时候呢大量的美援 援助的援 美援面粉来进入台湾跟什么日本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跟日本共同做了一件事 把自己本国生产的稻米拿去外销 鼓励民众多吃什么 面 为什么 因为面是美元面粉做的不用钱 甚至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那个时候面食的怎么样文化才慢慢兴起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日本在1945年要撤退的时候 他是不会吃到牛肉面的 这样可以接受吧 可以明白吧 也是这个概念 爱说老师插米粉呢 米做的啊 米做的是有可能的啊 插粿呢 也是啊 台湾本来就有了啊 竹筒 饭呢 米饭 这样听了懂意思吗 所以这题答案要选哪一个 选A 这样可以接受吧